这个悬案,这个判斥 基本上是把这两个定为悬案 但是我们在昨天的推特看到 有很多人也不明白什么是open verdict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人要负责 根据双方面陈词 他不注意说能够鉴定他是自杀 也不注意证明说是他杀 所以很多人可能有混淆 以为说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 当然大家都是希望经过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鉴定死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除了对赵明福的家属 基于最深切的关怀 也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 我想他的家属的这种悲痛 我们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在悲愤的同时 我们也认为说这个问题 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在补选往往这些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认为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该找出一个更妥善的方案 陈鲁总会长所讲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相在赵明福事件的一个星期后 也说先成立这个验尸厅 然后再看看是否有必要设立这个皇家调查厅 我想这个时候是朝这个方向来找出一个更好的 最重要是怎么样让真相大白 我想这一方面都是大家所期盼的 所以马秦基本上的立场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鉴定或者找出这个真相 所以毕竟家属本身都会很不满 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种心情的